嗨,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上107學年度學測的英文四題第六題到第十題的部分 OK,No.6 Research short slot Men and women usually think differently 好,研究呢,顯示什麼東西呢 這個,呃,這三個字呢 就是Research short slot 這個蠻建議同學背起來的 因為你們如果之後看到圖表型的那個做文題的話 可以派得上用場 好,那研究顯示男性跟女性呢 Usually think differently 通常呢,他們在思考上面是不太一樣的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也是寫著文必備的一個句型 因為你大概那個topic sentence 之後 你要支撐你的論點,最好的方式就是給他例子 You can use for example or for instance They are the same 好,那比如說呢 They have quite different about what marriage means in their life 他們對於呢 婚姻在他們生活當中有什麼樣的意思 意義是很不一樣的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很清楚知道 different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後面要搭配的是名詞 那在學測的字體裡面 單字體的選項 它的詞性都會相同 所以原則上你就不用考慮詞性了 接下來你只要考慮的是語意 它要的是什麼 A的選項decision 你應該國中就背過了 你們有學過make a decision 就是做決定 那believe這個字是信念信仰 這個好像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你可以帶進 把這個中文意思帶進去 有不同的信念 不同的信仰 就對於婚姻在他們生活當中的意義 有不一樣的概念 第三個style style這個字可以當作是方式 那也可以是流行 所以一個東西out of style 就是已經退流行了 退那個風潮了 degree這個字是程度 也可以我們的溫度計上面那個幾度幾度 然後它也可以是一個學位的概念 ok number seven the new manager 那這個新的經理呢怎麼樣 is very 好 那我們清楚知道這裡一定要放個形容詞 那他是怎樣的 那線索在哪裡 在後面 後面又告訴你他要選什麼樣的形容詞 for instance 我剛才講for example都是一樣的 the employees employee employee這個字呢是雇用的意思 那EE結尾的話是表示被接受這個動作的人 所以接受雇用這個動作的人就是雇員 就是我們講的員工 那employee加er就是做雇用的人 所以就是老闆 所以老闆跟員工要 只要從那個employee這個字去加er 變成老闆 11變成員工 應該蠻好背的 given such much shorter deadlines 他給了比較短的一個截止日期 deadline 你們這個字也很好背 就是死亡的那一條線 就是你如果那天不交作業你會死掉 好那march的話應該 如果你們國中有考過英檢初級的話 應該會很常遇到這個題目 march even still far a lot 都可以強調比較緊 好那他會給比較短的 deadline for the same task than before 就是他比以前的那個 給的時間還要短 所以也就是表示這個老闆 這個現在新的經理是有點機車的 OK 就比跟之前來講 之前會可能比較長 給他們相同的任務 會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這個經理他給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負面的詞 好那A的選項persuasive 它是從persuaded來的 persuaded是勸人家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是persuade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勸某人去做某事情 OK 那第二個選項 tolerable是從tolerate tolerate是動詞的忍受 忍受 這個字變化過來的 suspicious是從suspect這個字來的 那suspect這個字你不用背 你只要背 pect結尾 或者是spect結尾的字 在我們字根裡面都是看的意思 look的概念 所以呢 往下看就是懷疑他了 比如說你老師在抓學生作弊的時候 就會看學生手底下有沒有東西 或者是他的電滿底下有沒有東西 所以從這個 懷疑這個字 suspicious就變成懷疑的 可疑的 你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同義詞 叫做dubious OK 那主的選項demanding是從demand來的 demand是要求 所以這個老闆要求很多 就是很鼓勞的 OK 所以就是很嚴苛的概念 你可以翻精準一點就是苛求的 好 number eight while the couple while 這裡是當做當什麼時候的概念 the couple couple是我們講夫妻或情侶都可以 通常用在夫妻的情況比較多 we're looking for their missing children ok 他在尋找他們失蹤的孩子 好 那怎麼樣孩子不見了 父母親找他們會是怎樣的情緒 這裡應該很好猜 叫做anxiously anxiously是從anxious這個字來的 那就是你們之前學過的nervous 這個字其實在學測算一個非常高頻率的單字 因為他已經出現過很多遍了 好 那你要背一下他的名詞 叫anxiety anxiety 焦慮 ok 那b的選項precisely precise 這個字是精準的 precise time ok 就是精準的時間 precise number 精準的數字之類的 好 那avigently的話 這個字他有 他這個字其實在學測算高頻 但有一個更高頻的就是他的同意詞 apparently 那如果你們要記得這個字的話 很推薦你們去看一部影片叫做apparently 限然地 因為有一個小朋友就是被記者訪問 那他的口頭禪就是apparently apparently 然後有人就把它編成一首歌 好那clearly跟apparently 或者是 evidently obviously都是同意詞 都是很清楚的意思 那珠的選項 distinctly distinct這個字是清楚的 也是無語的意思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definitely 去取代掉它也可以 好那這裡當然有沒有講的是父母親 因為孩子不見當然是很焦慮的 the kids were actually having fun in the woods nearby 那孩子事實上是在幹嘛 have fun 就是玩得很開心 你有have a good time or enjoy yourself ok就玩得開心一點 然後人家出去玩的時候 你可以跟人家這樣祝福 okin the woods woods 注意一下是樹林的意思 那forest是森林 woods比較小 forest比較大 nearby是臨近地區 ok number9 after delivering a very powerful speech ok注意一下我們的發表演說的發表 我們用的是deliver deliver ok 那你也可以用make這個字 或give都可以 那是比較正式的用法 就是比較專業一點 我們會用deliver speech 就是發表演說 好那在發表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演說之後 the award winner award是獎項 那這獎項的得主呢 was by a group of fans 他被一群的粉絲怎麼樣 當然是想就馬上知道 就是surrounded by 就是被包圍的 你看到到這裡 be動詞 加上空格加上by 這裡一定是放pp asking for her signature 那被包圍的目的要幹嘛 要求她簽名 就是粉絲就要求得獎的人來簽名 ok disposit這個字是放置的意思 deposit deposit deposit是放置的概念 那他還可以當作我們的沉澱的那個動作 那他這個字本身的名詞形 deposit本身的名詞形是存款的意思 學測有考過他的相反 就是提款 就是提款 withdraw 學測有考過他的那個相反 就是提款的意思 那個withdraw 名詞 名詞的話是存款的意思 名詞的話是存款的意思 好 所以其他字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第二個選項reserve 這個字是預約的意思 那我記得之前有教過你們幾個serve結尾字 應該同學還有影像吧 我們來複習 再複習一次 好 英文的serve這個字是服務 那你們可能比較熟悉的是他的名詞service 日語叫做service 就是從service這個是來的 那reserve這個是預定 再一次的服務他 就是預定 比如你去一個餐廳吃飯 你覺得這家餐廳 他的餐點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會再回去一次 你先做預定 那preserve這個字pre的概念 在英文的字熟是先的概念 好 所以你要把以前以前的東西把它留下來 那就是保存 通常用在文物古蹟上面 那conserver con的概念是共同 大家要一起共同來服務我們這個地球 就是保育 要養育的概念 OK deserve這個字呢 反正建議你們學一個句子叫做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就是你喜好你活該的意思 下次不要只會罵人家 f-u-c-k 你可以學一些比較 有level一點水準一點的單字或句子 you deserve it 你喜好 你應該得到這個東西 you deserve it 其實也可以是正向的 這是你應得的 所以看你說話者的語氣 如果他今天幹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比如說他轉紅燈要被撞 那時候你就是跟你講you deserve it 就是你喜好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得獎的呢 比如說他得冠軍 然後他因為他付出非常多努力 你也可以講說you deserve it 這是你應得的 所以說話者的口氣 決定他是正向還是負向的 observe這個字可以是觀察 也可以是遵守 遵守什麼樣的規範 像你去某些地方 某些國家吃飯 比如說你去印度 你可能就要用手拿東西吃 這是他們的習慣 用慣用手拿東西吃 OK Next one Number ten interviewee The interviewees OK interviewee這個字呢 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如果是一一結尾都是接受動作的人 那interviewee這個字呢 就是我們講面試 所以是被面試的人 interviewee就是被面試的人 We're trying very hard to 他非常努力的要幹嘛 the interviewees 就是要去讓那個面試官呢 怎麼樣 the other day were very capable and should be given a job OK 就是他們是有可能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工作 就覺得他是升任的 然後可以把這個工作給他 好 所以他要做的動作 當然就是要給面試官留下好的印象 impress 這個字是使印象深刻 好 那這個字p-r-e-s-s press 這個字如果你們玩過那遊戲機 都會叫你press the button press the button 就是我們要壓那個鈕 那im是進來的意思 所以你讓人家 你的image 壓進去某個人腦海當中 就是讓人家印象深刻 那有幾個他的那個字 字首 字尾是一樣的 就字根是一樣的單字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 press這個字是按壓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心裡的想法 express 壓出來 就是表達 express your idea express your thoughts OK 那impress是壓進去 所以一個人的image 壓在你的腦海裡面 就留下印象 很深刻的印象 那depress這個字呢 第一字都是往下 第一有點類似我們的國語的那個d的音 所以他 你一個人情緒已經很不好 你還一直往下壓他 所以他其實就會變很壓抑 所以我們的壓 憂鬱症 就是用這個字去變名詞 depression depression 就是憂鬱症 因為就是一直往負面的方向一直壓下去 好 那compress這個字呢 是我們有交過con跟com 開頭的字都是共同 所以共同壓就是壓縮 oppress是壓迫 op的概念 他就是一個變的動詞 壓迫 replace的話是抑制 通常是抑制你的情感 那他其實跟底下這個字 suppress也可以是同一字 也是鎮壓的意思 re是再回去的概念 像我們講recycle 就是把東西再拿來重複利用 所以re又再一次的概念 所以再壓一次就是抑制你的情感 或者是鎮壓 那suppress這個字也是鎮壓 鎮壓的意思 好那這幾個字都是press press結尾的字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那A的選項credit 你們應該很熟 因為你從小就學過credit card 就是信用卡 他這字本身是信用的意思 那也可以當作把什麼 當動詞的話是歸 把什麼東西歸於什麼 那他還有可以當名詞的意思是 我們一般在講序獎上面的夾獎 也可以用credit這個字 relieve這個字選擇考過好多邊 注意一下 這字很好背 你只要會拼believe 你就會拼他了 believe怎麼拼 你們相信怎麼拼 believe這個字是belie01 所以你只是把b改成r 就變成了他的另外一個字了 所以relieve這個字 你只要會believe這個字 你就可以拼得出來了 acquire的話是獲得的意思 就是你們學過那個gain 贏得什麼東西獲得的意思 好那再補充一個東西 我們剛才講的interview 我們剛剛講那個interview這個字 如果加上er interview是我們講的面試官 interviewee就變成被面試的人 所以一一結尾的字都是有承受動作的人 這樣我們有學過什麼exam這個字是考試 examiner就是我們講做考者 examinee examinee這個字是考生 payer是付款人 payee是收款的人 trainer是受訓的人 訓練的人 訓練者 trainee就是受訓的人 所以你們如果看到一一結尾的字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employee這個字 他都是受接受動作的人 承受動作的人 er是做動作的人 所以這個可以用這方法去增加你的單字 好今天先上到這邊一下課囉